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爱悦从八年前开始 正式设立全职助团作曲岗位 那么从那以后 我们是一直把创作当作中心任务 把作品视为立身之本 等于是在生产敌亲作品 培养敌亲作曲家 可以说是不计成本 不计代价 甚至于像今晚这样 不计后果的 让作曲上台指挥 因为这个 因为 因为 这个指挥是一门独立 而博大精深的艺术 不是说你脑子里有 手上就一定能有 这个是多年多年的训练 像我今天连指挥棒都没敢拿 一怕甩出去 二呢 怕戳到别人 三呢 怕戳到自己 所以 这个 就是好在 好在我的身边 是一个一拍下去 就可以自动驾驶的豪车乐队 那么我们就可以 我们是 我们其实就成为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室内乐 下半场呢 我们是首次与视觉艺术家合作 把三年前的一部曾经承担过重大的民间外交使命的一部中国交响曲 与京剧幻想插上了多媒体的翅膀 那么这个我们因为又爱京剧 又爱交响乐 那么所以因此呢 或许今天晚上这两门各自能代表中西方文化的精华的这种艺术载体 今晚可以有一个相遇相知甚至相爱的机会 那么最后 这个就请大家与我们一起进入一种听觉和视觉交互沉浸 意境与哲思可以双向奔赴的乐层新体验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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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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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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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天鹏的指挥风格 为我们90后的精英 点赞 今晚的演出 将永远激励我 在戏曲舞台上的 艺术灵感 将永远激励我 在戏曲舞台上的 艺术灵感 祝愿我们伟大的 音乐世界 将永远激励我 在戏曲舞台上的 艺术灵感 祝愿我们伟大的 音乐世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